鐵板麵我們以無油料理的方式呈現這一道菜 讓我們的素食的群眾 可以在家裡在煮的時候 吃的健康更沒有負擔 今天要來為大家介紹的是 富普之生鐵板麵 我們先加入一點番茄醬 一點辣椒醬 然後我們要加入一些糖 胡椒粉 我們的主角 再加一點白胡椒 額外的一些我們的高鮮味粉 以及我們的醬油 高級醬油 我們首先先加入一些高湯於我們的醬汁當中 等到它稍微有熱氣了之後 我們加入調味料 我們使用薄薄的芡汁 讓它有點稠化感 只要到這個程度就可以了 我們的太白粉不需要太多 我們只要讓它有稍微的黏稠感 讓稍後在收汁的時候 更方便將醬汁巴上去就可以了 首先無油料理我認為它是一個選擇權 我們可以選擇的是在桌面在燒熱鐵板的時候 將炒製好的黑胡椒麵加進去 中間過程不需要額外加油 炒過醬汁的鍋子裡面加入高湯 我現在在切杏鮑菇切片 那像我們這種在買的小條的紅蘿蔔 其實可以不用削皮 我們一樣就可以把它對切 然後現在我們使用紅黃椒 輕壓兩下 甜椒切絲 加入我們的高麗菜 攪白筍 因為等一下做的是鐵板麵 我們可以先把我們自己準備的鐵板 如果家裡沒有鐵板的朋友 可以直接用平底鍋 我們大概一倍的麵條本身 要配上兩到三倍以上的蔬菜量 我們只要微微的在鐵鍋上面翻炒過 上面的菇菌類蔬菜類的食材 最後面加入調味料以及水 等到它勾芡好了之後 我們再將麵體下去 現在可以看到蔬菜它已經在加熱 還有高湯的情況下它已經軟化了 它已經開始在逐漸軟化 額外我們在炒的時候 我們可以加入一些鹽巴 還有一些高鮮味粉 都不用加太多 因為等一下我們的醬汁 它本身它就已經有味道了 我們主要的功能 只是軟化其中的蔬菜量而已 這時候我們加入 我們剛剛已經調製好 煮製好的黑胡椒醬 到現在有看到 我們現在的醬汁它本身它因為剛剛有勾過薄芡的關係 現在它配合蔬菜已經軟化 那現在我們加入我們的油麵體 我們現在換夾子 我們夾子用拌的 以這一道鐵板麵來說 中間的油脂 源自於油麵麵體它本身 所以說其實我們在調味的時候 它在麵條拌入的時候 它可以透過夾熱的方式 帶出香氣於其他的食材 我們就必須要在一開始調味的時候先下 相較於一開始的油麵 顏色都已經大部分在上面時 我們就可以關火 我們現在盛盤 最後面我們做一個修飾 加入我們的綠色的蔬菜 加入我們常見的朋友我們的毛豆人 來補充植物蛋白 加入我們的花椰菜 台灣的藍莓非常的適合 它汁水因為魷魚非常充足 所以說它有解膩解大 還有緩解鹹分的功能 這是我今天為大家提供的黑胡椒鐵板麵 在節目怎樣關火 ання製裡面 был 在整個派對面的路由 我們來找個派對面的地區 每個派對面的事 我們來做一個派對面的 我們來做一些派對面的 我們來做派對面的 我們來做一個派對面的 我們來做一個派對面的 我們來做派對面的 我們來做派對面的 還有派對面的